就是希望外面的天气可以让我们的各位平衡一下 就看着窗外的这个天气 大风大雨的 对据说这个周末的天气都不怎么样 对而且又特别的冷 就到了星期五 今天是周末 明天就是难得的两天假期 但是看到这个天呢 其实这是追剧的一个周末 是吗 所以一般下雨天的周末你会在干嘛 我真的就会在追剧 就待在家里发呆吗 对然后喝个咖啡泡个热可可 拨在沙发上都舒服对不对 对哦 那难道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去的地方吗 看街什么 要不就看店要不就去逛街啊 但是在这种时候可能大家都挤去那个卖场 所以停车就特别烦 是就算了 停车不好停 然后其实商场里也是碌碌的 对又又冷 然后开在路上可能又会堵车 因为觉得心情好烦躁 我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开心 待在家里是不是 当个肥宅 哈哈哈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这样说自己 你不觉得这个词很生动吗 这个词好形象有画面感了 对啊真的 飞向阳光飞向你 好一首飞向阳光飞向你之后呢 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聊新闻 他说啊 欢迎大家呢来点歌 20212010998或者是095251042 是的 或者呢这个您可以点歌 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你想跟我们聊什么话题都可以啊 今天呢真的是星期五 这个真的是星期五 明天真的是中午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新闻的意思是吗 啊 不然什么叫做真的是星期五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恍惚感 啊对对对 就日子会过得 对我一般星期一下 我都觉得自己 为什么今天会星期五 常常在周一以为是星期五 对但今天真的是星期五啊 这个但是周末会下雨啊 这个所以这个小乐建议大家在家里做肥宅 肥宅寿宅 反正就是宅在家里 对就是 哪里都不要去啊 其实下雨天这样 其实真的是挺不错的啊 首先呢 这个给大家更新一条新闻啊 这个刚才啊 我在进直播之前呢 进直播间之前呢 碰到了德卫老师啊 他就告诉我们 讲到了这个北岸的这个警车追逐的事情啊 说这个有更新的话呢 就是哎啊 我们节目会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啊 是呃 所以我上节目之前呢 看了一下啊 好像呃 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最新的消息啊 呃 基本上就是今天在市区在这个 塔玛基转啊 就是差不多就是靠近 Mission Bay的这个地方 Mission Bay的方向啊 发现了一辆失车 然后警方呢 就开始了追逐 嗯 基本上追逐一会儿就放弃了 因为这个对方开车非常的疯狂 哦 之后呢 嗯 他没有写 但是就是他就说以这种 他的这种方式的话 警察就不追了啊 因为现在可能 是太危险了 对 尤其是呃 今天有下雨 对对对 就不追了 然后呢 这个警呃 警方呢 派出了警用直升机在空中追 嗯 就追着他 也没有追逐他了 因为直升机也追不抓不到他 但可以观观察他往哪里走 对 据说这辆车开的非常疯狂 还开上了人性道之类的 哇塞 然后最后呢 在北岸的一个地方呢 撞上了一辆警车啊 呃 一个警官受了伤啊 现在这个医护员 正在给他救 给他救治啊 这个万幸的是一个伤 应该是不 不中啊 是一个轻伤啊 是 所以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这个嫌犯呢 已经被逮捕了啊 目前为止呢 就是 就这么一档子事啊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太多的担心啊 我有的时候呢 看到这个警车追逐啊 还是会有一些害怕啊 对 警察追车其实还挺可怕 之前也有新闻就 就在讨论说警察应不应该去追吗 像这种如果逃逸的 这种 是 这个是一个有点 怎么说呢 让人觉得有点矛盾的问题啊 你这个如果追 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危险 但如果你说 警察现在就说 这辆车都不追了 大家就就不怕了 看到警察上 反正你也不会追我 下次警察拦我的时候 要不我也跑 你要车子性能够好才行 不行 这个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不是车子性能的问题 是开车的 技术问题 有的时候也不是技术 是胆 有些人就是敢开 这个是不良吃饭 我们不要这样 就不要啊 警察来一下 你就停下 乖乖的认罚 这个 错了 守法的好公民 错了就要认罚 这个开罚单呢 你就 认罚就好 这是关于今天这个警察追车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除此之外呢 今天新西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闻 这是周五吗 周五啊 当然今天早上呢 有关这个西区命案的这件事情呢 有一些稍稍的更新啊 这个我们给大家来简单的简单讲一下 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在西区的Messie呢 这个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个华裔男子呢 在当间的刺死了一个一个亚裔女子啊 现在因为这个性命保护令的关系 还不知道这个亚裔女子的身份 今天呢 有更多的细节呢 是在英文先驱报上报道出来了 尽管有性命保护令 但是这个英文先驱报的记者呢 非常的厉害 还是抓到了一些 其实厉害呢 不在于他抓到多少 因为这个关于这个人的身份 其实媒体很多都知道 包括其实我就不怕告答 我是知道的 但是因为性命保护令的关系 我们不可以去谈论 但是这个记者呢 就是还是这个在保护令的边上游走 给大家报告了一些 这个既没有触犯到保护令 又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些 一些这个背后的细节 其中主要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细节呢 就是这个被害人呢 是和这个嫌犯之间呢 是原来的夫妻关系 而且呢 他们都是大概在2000年过头 一点点就来到新西兰的老移民了 所以是一起移民到新西兰 是一起过来的 从这个细节来看呢 这个被害人基本上也是个华裔了 当然这个万事都有 一万分之一的可能总是有的 但是基本上你从逻辑上来推断呢 这个应该是华裔女子 两个人来了新西兰之后呢 一段时间之后呢 移民成功安定下来之后呢 一段时间之后就分开了 十几年前就分居了 分居了之后呢 据说这位男士主啊 就是这个嫌疑人啊 一度呢是离开了 离开了新西兰 这位女士主呢 是留在了奥克兰 据这位这个英文新西兰记者的报道来看呢 双方的分居之后呢 这个男士主呢 好像按他的讲法是一无所有了 他觉得他失去了一切 是不是因为这个财产分割的时候 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男士主呢 就离开了新西兰 至少是离开了奥克兰吧 但是后来可能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呢 这位男士主又回来了啊 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是不是在这个这一段纠缠那么多年的关系中呢 还是有一些恩怨在里面 会不会是导致最后这一段杀戮行为的一个起因啊 这个我们现在真的不能说 是 这个不能说啊 你再说的话就可能就把这个人都点出来了啊 就我们在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曾经也有同事说啊 那我们要不要再讲一些这个关于这个人的一些背景 我说不能真的不能说啊 这个因为这个有禁法停禁制令的关系啊 一说可能就很多人就可能哎 搜一搜想一想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呢就 是违反的 违法的啊 我希望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容 没有让大家能够猜出这个人是谁 当然此外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周围邻居的调查啊 这个女士的雇主的调查啊 那大部分都是目前为止呢 没有办法发表什么评论啊 只是说这个受害人呢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士啊 很可惜啊 这是我们关于西区命案的一些最新的情况 给大家简单讲一下 我们休息一会儿进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陶游说 好下午4点20继续淘友说啊 这个今天的新西兰的新闻不多啊 但是这个国际呢 还是有一条重磅啊 是 我们听电话先 好 来听电话 喂你好 不好意思 这个欢迎再打过来啊 应该是点歌的朋友 095251042啊 或者是0212010998啊 欢迎大家点播歌曲 是的 刚才说到的今天国际呢 有一条挺重磅的一个新闻啊 这个一般呢 电话来了 我接一下 你好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在过去23年 我看到很多 看到很多什么 我看到很多移民 而没有入乡水素的 您这个 这个入乡水素 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对吧 是啊 我就是要提醒他们 既然要移民 一定要入乡水素 要尊重 这个没问题 这个国家的法律 是 好 这个都没问题 这些都很正确 好 谢谢你 可以啊 您说 对 张爱佳唱的任何一首国语 张爱佳 行 好 没问题 谢谢 拜拜 看来这位老先生还暗恋张爱佳 暗恋很多人 张爱佳我也很喜欢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才的歌手 也是一个电影人 这位老先生说 这个入乡水素 要遵守 这个我们来到这个国家的法律 这个当然是没有错的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赞同 但是这个命案是不是发生和这个有一定完全的关联呢 这个我觉得说不上 没关系 这个继续聊新闻 说到这个国际上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 理论上来说呢 我们一般很少讲 这个 对 我们希望要讲一些更新向大家生活关联的 是是是 当然 但是这个事情呢因为实在有点大 这个再加上呢 今天确实没啥新闻 是吧 是真心话告诉大家 就给大家提一下吧 这个 这个美国总统 美国大统领 这个特朗普同志呢 昨天呢 忽然宣布呢 又提升了这个对华贸易战又升级了 对 虽然前两天这个中美刚刚在上海碰过头 开过会啊 虽然没有什么成果 但是当所有人都觉得 哎 这是不是一个 关系比较友好的感觉 就至少 虽然没有说什么 谈出什么结果了 但至少是哎 已经开始谈了 嗯 对 可能第一时间没有 而且好像中方也释放出一些善意了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订单啊 这个食品啊 这个开始开始订购了 增加了 那在结果眼上 我们这个特朗普大统领啊 呃 他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就下了一个震撼蛋 嗯 下了一个挺挺震撼的这个蛋啊 这个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斤 我估计除了他之外 搞不好他自己都吃一斤 所以他是睡觉睡起来就说 哎 不行 我又要来 就让所有人吃一斤 而且呢 这个包括 我想包括美国谈判人员 包括中方谈判人员都很吃惊 对 呃 他说呢 这个忽然在从9月1号开始呢 对华3000亿的这个中国输美产品 加征10%的关税 嗯 呃 他还说呢 如果这个谈判谈不下去啊 这个新的关税可能提高到25% 对 目前呢 这个美国已经对2500亿美元的 这个中国商品的实施了25%的关税 对 所以这个其余的3000亿 是不包括在原先的2500亿美元当中 是是是 不包括啊 他这个忽然又增加了这么多关税啊 我们来听个电话啊 喂你好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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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想 嗯 嗯 来个新的尝试 那好 怎么样 以前 以前只点那个香港广东歌 对对 今天点一首大陆的 好啊 欢迎啊 点汪峰的国语歌 当我想你的时候 好 没问题 汪峰 国语歌 谢谢 谢谢啊 拜拜 还有个电话 来听一下 喂你好 这个电话断了啊 汪峰 国语歌 当我想你的时候 嗯 啊 这个特朗普呢 其实这个好像也没啥多好说的 就是我是觉得 嗯 挺神奇啊 这个对于这个中美旺益战的前景呢 我个人是真的是不看好 嗯 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双方的这个争议啊 是那种原则性的冲突 原则性的冲突 之前我们也有说 就其实现在其实只是看哪一国先绷不住 是 是理论上是这样子 就是测胆量的一个一个较劲 是 呃 再加上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 喂你好 请说 你好 下午好 你好 请说 呃 你这消息总是比美国的股市要好吧 美国股市怎么 比美国的股市要好一点 啊 对啊 所以你上刊了 明天就是周末 美国股市我又没股票 我关心他干嘛呢 呃 多少都是相关的 政治跟经济你说都不相关吗 嗯 他永远都连的一块 是是是 跑不掉的 没错没错 对就是间接和直接的关系 是是 你要是看不懂 我女婿教我的 你就从股票的角度去看 如果特朗普他玩股票 哦 对了 所以他在做空 看不懂的 看周园 你就从这么一点就看 哦 你看他女儿 这两家公司都在中国上市 对不对 所以玩这个就是 呃 华尔街的比我高一层吗 可能不如你 哦 这个不行 我这个连这个华尔街在哪 我都不知道 华尔街在哪 是奥克兰吗 华尔街就是 昆斯街最窄的那条街 就是呢 想嘛 就高街旁边嘛 对不对 对 你找不着 明儿了 明儿后你去找 就完了 这个去华尔街 要不要输个密码啥的 到那念一句什么 我就不懂 那你旁边的年轻人 啊 年轻人 我不玩这些东西 对 我是改变不了的 那天大嘴巴说了 那个出社的时候 韩国人说错了 应该叫 一个典故 因为原来的游客 没有中国大陆的 都是韩国的 他们那些领队 趾高气扬呢 都教中国的谢谢 一定还不错呀 感觉是美 他们干完坏事以后 一万一要 谢谢掉头就走 OK OK 我现在我不报这一筹 OK 您报 点首歌 冲冲这个倒霉的天气 你说 山歌好比春江水 山歌好比春江水 OK 谢谢啊 拜拜 谢谢 还有电话 好忙啊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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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想点歌 我要 那个歌我们找不到 不好意思 老先生 这个歌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您已经 昨天也说过 前天也说过 对对对 可是这个歌我们找不到 不好意思 老先生 你再想一想 看看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歌 谢谢 我们真的找不到 换一下吧 啊 就您在您觉得您想听什么歌 您告诉我 好吗 您再想一想啊 好 谢谢啊 拜拜 呃 这个 我们也不是这个什么 万宝全书啊 这个后面也没有什么 阿拉丁宝藏啊 这个有的时候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 好 这个 特朗普 你觉得还有什么好多聊的吗 没有啊 我觉得他其实这种就是 非常符合他的风格嘛 就是他常常 就像你说的 不按常理出牌 所以谁都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会要做什么 就原本可能事情看起来稍微有点转机的时候 结果他又哎 不行 我又要再加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从来从头到尾 我就没看到什么转机 啊 这个我觉得就是谈不成的一件事情啊 这个当然 哎 这是个人观点了啊 这个 这个事情呢 显然这个 会牵扯到很多事情了 包括现在发生在这个花人世界的很多问题啊 可能都会被牵扯在一起 对这个政治经济啊 各个地区啊 可能都会有牵连啊 这个 哎 我们这个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我现在是在哪里放歌 我来找一个啊 在这 这个 播放气太多 有的时候这个 有点混乱 有点混乱啊 这个时间到了下午的四点三十七 五十五秒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桃子柱节目 先来澄清一下 雾都市重庆 那你找出来了是吧 对 不是成都 你看你看你看 还是您的记忆好 毕竟我二十五岁以上了 对不对 其实有的时候呢 就是呃 其实也不是记得那么清楚 但是可能是在哪个地方有看到过 反正不是成都就对了啊 成都 因为成都你知道 基本上是在平原上 这两个城市虽然都 以前都在四川 现在重庆已经直下市了 是 呃 但是呃 哎 地貌还相差蛮多的 呃 所以成都如果都是比较平的 基本上可能比较不会 我印象中我也去过成都 我印象中成都都是大平路 哦 OK 了解了 就四通八达 然后重庆基本上就是没有一条平路 整个城市都是 秋林地形 整个城市都在山上啊 这个上上下下的挺多 你像奥克兰是吧 啊比奥克兰更夸张 哦真的啊 夸张多了 像会林顿呢 我感觉比会林顿多夸张 真的啊 就是他那个城市地貌 山城了 嗯嗯嗯 山城 对 呃 就是以前这个呃 现在这个国内有很多关于重庆的段子 嗯 基本上就是好像是 你住25层啊 啊 你推开门发现 隔壁是一层 对啊 就是因为他这个上上下下的这种感觉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值 而且你知道重庆啊 据说重庆人和成都人之间 呃 经常有 互相看不惯吗 对 哦 就互相嫌弃对方的四川话说的不标准 哦 然后互相嫌弃对方这些吃的东西啊 都不是都不好吃 有点像上海人嫌弃北京人 北京人嫌弃上海人 有点不一样 他们更像是 就是他们其实很接近了 很像文化上 穿越文化嘛 对 但是北方文化和这个南方文化 上海人和北方北京人之间 这个这个文化就是绝对对立的 嗯 他们可能就更像是 呃 兄弟之间互相较劲 对 互相较劲 澳洲跟新西兰间互相较劲 差不多 但是澳洲新西兰之间 毕竟还有什么 呃 有一种老大哥和小弟弟的感觉 虽然我们不承认啦 什么 谁是老大哥我们是老大哥 对 是 这个穿鱼情节啊 这个 我认识 我认识的好像 我好想认识好多成都人 但是很少认识重庆人 是吗 哦 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 当然这个 当然去到那里的话 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一定要能吃辣 对 不然你就不好玩了 就去到哪都没东西吃 嗯 因为什么都是辣的 我们今天好像吃说到 说吃说的有点早 那再等一会再等20分钟 就可以说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话题 啊 这个 嗯 今天呢 这个小乐在网上看到 有一篇文章挺有意思的 是一个美国人写的 对不对 对 是一个美国人 他好像搬来新西兰工作 应该有五六年了 然后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了 他在新西兰 这一段时间内 就是认识到了很多 他可能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句子 还有就是英文用词的用法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哎 挺有趣的 其实以前有一些是我们有说过的 但是有一些还是没有的 嗯 我们找一下照片 这个小乐呢 是这么回事啊 呃 昨天不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吗 对 是小乐的粉丝 啊 这个是这个什么学英语的粉丝啊 这个呃 觉得特别的喜欢小乐老师啊 可是呢 这个有同时 与此同时呢 觉得小乐老师哎 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更新 嗯 对 有新的节目出来啊 这个 其实小乐不是很懒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小乐的 我们这个节目啊 每天在做 而小乐呢 还有其他的事情 很多其他的事情 对不对 嗯 所以呢 他可能是 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时间 再去录这个学英语的节目 哎 后来我觉得其实其实有一个办法也不错啊 我们要不然就就给他点时间 他在掏友说叫大家英语 等于是植入这个好 是呃 不是呃 说英语植入到掏友说里面 其实主要是我可以少说点话吗 哈哈 大周五的 说那么多话 有点累是吗 对 我们今天呢 就呃 有点意思啊 给大家找了十个啊 这个美国人写的 美国人知道有美式 美国人有美式英语啊 英国人有英式英语 其实美式英语跟英式英语 还蛮不一样的 差很多 差很多 但是呢 虽然说我们说新西兰式英语 可能是他是言成就是英式英语的 对 但是在很多 我觉得用语方面毕竟像现在多少 两百年左右了 嗯 是吧 两百年 不止了 嗯 就是我们还是已经发展了很多 我们自己的用法 有一些在新西兰特别管用的一些短语 对 这些短语呢 不要说我们中国人啊 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觉得很奇怪 对 听到是说 嗯 啥意思 什么意思啊 我们今天把这些短语呢 拿出来一一给大家讲一讲啊 如果说您是在学英语呢 您不妨也跟我们来读一读 你看这个小乐老师现身说法啊 给大家来说说这些啊 在新西兰人才常用的短语啊 如果你以后啊 这样啊 你不是在学英语吗 以后出去跟老外这个聊天啊 你这个十个短语中哪怕用个两三个 哇 这些老外 马上拉进关系 哇 这个厉害 你这个厉害啊 这个说装也可以用啊 拿来用一下对不对 所以下面是小乐老师事件 我也不知道现在出去 你可以留 现场交给 你想不想也听一下 或者我坐凳子 坐前面坐前面 好好听课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第一个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了 就是Kiaola 其实我的口音不是特别的准确 你口音还不准确 因为它是毛利文嘛 就是Kiaola 应该是这样 Kiaola Kiaola 是挺难念的 是挺难念的 如果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可以看一下荧幕上有这个词 你看小乐老师连标版都准备好了 真的是 绝对就是来教大家学英语的 Kiaola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用法 它一开始 是不是hello的意思 对 它一开始的意思呢 其实这句话 它应该是说to be healthy 就是健康 就是祝您身体好 对 祝您身体健康的意思 所以毛利人一见面 就祝对方身体好 对 像我们是说祝对方有吃饱 他们是说祝对方身体好 因为毛利人一见方就是吃炉煮了吗 对 所以这个词可以是说hello的意思 它同时其实也是可以说谢谢 就是thank you的意思 是这个大家拿笔记一下 Kia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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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mate 像这个这边用的也挺多 Mate Kia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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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是好友 就是好朋友的意思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 它也可以当做拜拜的意思 就是goodbye 就mate 就是见面的时候可以说Kiaola 然后古拜的时候也可以说Kiaola 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哥们 对 mate 就是哥们的意思 回见了 哥们 吃了吗 哥们 Kiaola 大家记一下 你好 好 再来下一个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他说到 有人跟他说 grab your talks的时候 这个词为什么老外听不懂呢 就美国人会觉得这个词很奇怪呢 talks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talks 嗯 哎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故意装呢 啊 配合一下吗 我一般这个学英语都是这样的 细经上升 对 talks其实呢 就是永一的意思 它是在西 我觉得应该是西斯兰的用语吧 因为像我们以前在圆区地 我刚才熬那几下是不是装得很傻 我有点想笑 talks 对 其实如果说您家里有小朋友 对 上学的话呢 可能会了解这个词 小朋友每天回家会带一本这个 呃 diary diary 对不对 嗯 就上面会 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记录啊 这个 don't forget to bring your talks 啊 因为上游泳课了 啊因为要上游泳课 啊 这个talks 其实也不能够说是由单一的游泳衣对不对 嗯 基本上是游泳衣的意思 就是包括 如果说是男孩的话就是游泳裤 对对对 反正就是游泳要穿的 suit 对对对对 我们以前可能会学叫做simsuit 反正就是泳衣的意思 嗯 那不管女生穿可能泳衣 男生穿泳裤 反正就是talks 就是你游泳的时候要带的这个东西 那可能有些朋友说那grab什么意思呢 grab就是拿的意思 grab your talks 就是说把你的游泳拿上 嗯 所以说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讲 主要不明白的点是这个talks 对你看我还用了红色把它表起来 这是关键词 是 talks就是新西兰人就是游泳的意思 嗯 我们以后要不然每周五都做半小时学英语节目好了 也省得我们小乐的 老板商量一下 也省得我们小乐的小乐的讽刺在那召集 啊以后每星期五 四点半开始四点到五点 对对对对 小乐教大家几个新词 大家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啊 欢迎大家觉得好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啊 打个电话进来 是是是 嗯 好 还有吗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 就是一句话叫做what a crack up what a crack up 是crack up crack up 嗯 嗯 你听过这句话吗 no 就是其实是常常在例如说你在跟朋友聊天 嗯 然后他可能跟你说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嗯 或者他各种做一些滑稽的动作各种搞笑 嗯 然后你就可以 就是让你笑到这个潜洋马 人洋马翻的时候呢 嗯 你就可以说what a crack up 好好笑哦 就是对好好笑 或者说你形容说 你看这个人多好笑啊 就是个搞笑的人 的意思就是what a crack up 哇 男人过得刚上身哎 对对对 对对 是这种意思 OK 记住 你看这个我们都要好好学习 what a crack up what a crack up 就是说你真搞笑 what a crack up OK 真搞笑 OK 然后呢 spin some yarns 我觉得这个也好新西兰 spin some yarns 对不起 我就认识中间那个 some 这什么意思呢 spin some yarns 意思就是说聊天 就是打屁聊天 说些屁话 一群人一起坐在一起聊天的意思 啊 真的吗 对 因为样呢 其实它一开始的意思好像 是织毛线吗 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是织线毛衣 对对对 spin 不是spin是窯的意思吧 是不是用像那以前织毛线 不是要纺织机吗 对嘛 然后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从这个就是发展过来的 所以现在你可以说 I was just sitting with a friend spending some yams 就是说反正我们就一群人坐在一起 然后在那边一起聊天打屁 所以说这个周末下大雨 大家没下大也没地方去 所以说我们就决定找几个朋友 在家里spin some yams 对对 spin some yams 你看这个例句找的对不对 挺好的照样造句 spin some yams 就是一起打屁聊天 一群好朋友坐在一起 这个大家有没有拿小宝贝记一记 还有一个呢叫做 耶那 就是又是耶又是那 那到底是耶还是 不是可否 有点类似 就是我觉得新西兰人有时候讲话很不直接 要么就yes要么就no 所以呢其实网络上很多人说 耶那到底是yes还是no呢 他其实是no的意思 就是你刚刚讲对他有一点点犹豫 就是例如说我问你说 我们明天要不要去唱歌啊 然后你可以说耶那 所以关键还是no 对关键是no 就表示有一点点犹豫的no 对对对对 那如果我说那 可以吗 那就是yes的意思 就是你要看最后那个词 就是他的意思 你就说那 就是可能说不要好了 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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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yes呢就是不要好 以后老板让加班 我说yes呢 听明白了啊 这个维浩3798这位朋友说 好好好固定半小时学英语 这个创意好 喜欢听小乐老师讲英语 你看看你看看 感谢这朋友的支持 这个如果再来两个支持 我这节目就开起来了 好那再来说说还有什么其他的 还有吗 这个是我真的没有听过 叫做Rattle your dex girl 什么是dex你先告诉我 我只知道bex Rattle呢 Rattle就是摇的意思 就是有点就是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的意思 然后dex呢就是 好难形容啊这个词 怎么讲呢 这整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让要你get a move on 就是 就是要你往前进的意思 就是说向前走 Rattle your dex Rattle your dex girl Rattle your dex 就就把这些东西放弃了吗 或者说抛开这些 有点像 move on 对 move on 有点像move on的意思 但是我其实我这个自己 我都没有听过 而且我觉得可能比较少用吧 我真的没有听过 这个太复杂 这个太复杂了 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大家就当没看到 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多人 我们在新鲜的讲话的时候 会喜欢在句子后面加一个 哎或者嘿之类 例如说 weather is really really good today a 当你把这个a放在一个句子的句尾的时候呢 他就把一个肯定句变成了一个疑问句 就是他的句型 就是isnt it 对 isnt it的意思 对 就是例如说 the burger is really good 这个汉堡很好吃 对吧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个实在太深刻了 印象 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这个 这个词啊 就是我们来了新西兰之后才听到 对 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学的是 就是很正式的那种 就是基本上学的是不会开口的英语 怎么说 就语法特别好 口语特别烂那种啊 这个我以前好像跟大家讲过 我这一次在这个什么什么这个银行被被打击到什么样子的这个经历啊 但是呢 我们以前学的英语啊 都是大部分都是美式英语 对不对 对 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接触了音音 但是这个 这个实在太KV了 我也是自己在这边 然后学用了这个语法之后 然后有一次就是出国吧 然后就跟美国的朋友聊天 然后我讲这个词 然后他就听不懂 他就是你在说啥 你这是啥意思 然后我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用法好像只有在纽澳才会这样用 就是只有在新西兰跟澳洲才会这样用 但是他特别好用 就是任何句子 你就可以说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说对吧 是吧 是不是 这样子的意思 OK 可以是A 可以是嘿 非常的好用 好 还有萌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good as gold OK 这个我想我应该能够猜出来 就这个好的没法再好了 特别的好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对 其实是这个意思 他除了说很好的意思 另外一个也是说 当你两个人出身 可能是达成一个协议的时候 例如说我跟你说 那我明天跟你约10点 然后你就可以说good as gold 就是说OK没问题 对 就是good as gold很好 好 我们这个从下周开始 小乐老师每周五说 说半小生语好不好 good as gold 是不是 是 你的用法用得真好 很准是吧 对 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吗 什么一个什么音乐家 巴赫吗 拼法是一样的 看起来就是它BACH 它是念Batch Batch Batch呢在新西兰就是 等于就是一个holiday home啦 度假屋 对 度假屋 很多人可能就在各个海边啊 梦想就是买一个Batch 那其实你也可以像 像是有一个网站叫做Book a Batch 对 然后你就可以去度假的时候 然后你就上网去 然后去找一个这种度假屋 然后三五好友 然后就一起去住在 就是住在那边住个几天 然后去度假去放松这样子 所以Batch也是一个很新西兰的一个用词 说到这个Batch 这个我有点了解啊 这个有一天这个 你让我放假的时候 孩子们放假的时候 有一天小子跑过来说 爸爸 我们哪里有个Batch吗 然后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Batch的意思 是 我说啊为什么这么问 他说他几乎所有的同学 都有一个Batch家里 对 我知道很多西西兰人 他们好像把就是拥有一个度假屋当作 算是人生一个目标之一 可是这个度假屋在他们不去的时候就这么 就空着呀 要不就是你可以租出去吗 你自己不用的时候 你就有点像租那种Airbnb那种感觉 就租出去给大家用 然后你 然后其他时间 你就可以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 每到一二月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那边度个假 啊 不错 对啊 这个想法 怎么样想不想投资一个Batch啊 不错啊 这个词啊 这个Batch啊 这个如果说大家没听说过的话 告诉大家啊 这就是度假屋的意思啊 是打 呃 韦号9189的同志啊 说还是听歌比较欢快 哈哈哈哈 学英文太枯燥了啦 大家一见都不同啊 既然说到听歌 我们得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啊 呃 韦号3663的周围朋友点的 我记得是啊 这个歌曲呢 是叫做晴天啊 是来自周杰伦的 嗯 希望晴天早一点到来吧 这个下雨了 大家都希望啊 这个别再下雨了 我们来 知道这首歌是因为那个电视剧 虽然这首歌他的这个 很早就出来 1981年吧 反正比较早很多很多 这个歌是这个罗大佑 对 对对对对 然后到08年的时候 台湾出了一个电视剧 叫做高音的故事 很好看 对 他形容就是以前台湾的 那个眷村的生活 是啊 对啊 桃园眷村对不对 对对对 据说还算是蛮写实 他里面的那些过程 很好看 对非常好看 他是一部 我跟我家人一起追的电视剧 是吗 对 所以每次讲到这个电视剧 我就想到 是 想到以前跟我们一起看电视 你看我们还给大家推荐电视剧 好像虽然已经过了十几年 但其实这部剧拿出来看看 还是非常值得的 对对对 他应该故事的背景 应该是在基隆我记得 哦是吗 基隆的眷村 基隆是我的 我知道啊 家乡 真正的家乡 基隆嘛 对 这名字有点古怪 他就是应该长得像基隆 真的吗 其中一部分原因了 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 然后因为他四面 其中 就是很多部分都环山 我知道了 所以就被包围起来 就很像一个基隆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就觉得形状像 就起这个名字 后来觉得这个名字不雅 对 但是还是叫基隆 就是谐音 取了个谐音 对对对 改成那个基隆 对 原本那个鸡 就真的就是chicken的那个鸡 就真的关鸡的地方 对对 所以住里面的人都是鸡 是吗 怎么不是很好听的 这个好像没法再聊下去 然后这个基隆 这个地方呢 据我所知 是很多很多眷村所在的地方 对 眷村文化 对 眷村 然后渔村都是 在台湾这个眷村文化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因为这个电影 这个电视剧之后 因为这个眷村文化流行之后 在大陆开了很多很多很多 这样的小店 到了吃的时候了 就好像就是那种 眷村意义的 意味着这个什么 台湾式的什么早点 什么油条啊 豆浆啊 还有牛肉面 牛肉面对对对对对 都是打着眷村旗号过来的 虽然我知道那一定是假的了 这是对了 这是幌子了 但是还是会觉得 可以去品尝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眷村文化 然后可能跟台湾一些其他的文化 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像是吃的那些 可能说什么面食啊 这些啊 可能很多都是从眷村出来的 是 他们一方面是从这个大陆 拿到台湾去之后 然后又结合了一些 本地的一些特点 是 追寻有没有 对对对 然后所以跟其实 跟大陆原本的 可能北方的一些食物 有味道就不太一样 就不太一样 是 是 其实这个电视剧呢 非常之后 这里面这个里面那个女主人 女主角应该叫孙小美 还是孙什么美 对对对 孙什么 反正我知道 孙什么美 孙什么美 对对对 然后还有那个男孩长的那个 杨艺展 对 你看毕竟是 毕竟是基隆本地 我都记得他们的那个名字 是吧 对 然后就是他们里面 其实除了爱情以外 也讲到亲情 然后讲到很多 还有很多历史背景 对历史背景 比较现实面生活上的东西 就是很有意思的一部电视剧 3663这位朋友说 孙小美不是大夫婚里的 我可能记错了 对 还有前夫人 这个孙什么美呢 不行 我得讲 孙艺美 孙艺美 也没有差很多 什么孙小美 孙艺美 我记得好像电视剧里面 大家都管他叫小美 可能就是小明嘛 就是艺美艺艺 小美小美 挺值得看的 这个 还有个男生酷酷的 叫什么名字呢 瘦瘦吐酷的 陶建安 我不记得了 这个这些名字 现在就是不停在 但是不记得了 这个呢 是关于一个 这个大被大时代背景 但是结合在小家庭的 这么一家人 在一个大时代背景 因为这个 60到90年代的时候 台湾在这个期间 经历了腾飞 是吧 经历了贫穷 然后这个经济腾飞 然后又 坦白讲也经历了一些 政治动荡 是不是 这个一段的故事 其实中国大陆 也有很多这样的好电视剧 是很多类似的 有一种时代背景的 最著名的就是 以前很早里不渴望 没看过 是吧 就应该看一下 什么挺多的 什么我们一家人 好像 对对对 我们一家人 是吧 也是结合了这种 时代背景的电视剧 这都特别的有意思 感觉看这些电视剧 都可以学历史 有没有 真的没有错 而且其实 就可能对于这个你要了解台湾这个社会的话 尤其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的话 你看这些电视剧 你会真的是 就很多时代背景都都在里面都体现出来了 对对对 你要看大陆连续剧 你看以前文革期间的一段历史 可能现在人的历史上看不到 但是在电视剧里呢 你还可以多多少少呈现 因为它毕竟这个限制会相对的少一些 你猜这个电视剧里能够看到 看到一些 一些你想看到的东西 在这里呢 这个给大家插播一条新闻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同事刚刚翻译的 这个跟我们 我觉得应该跟中国人有关 说是这个 今天呢 有昨天呢 有一个奥克兰法院 有一个 有一个案子 有一个奥克兰商人 走私近五十只香烟 哦不对 五十万只香烟 我想说走私五十只 五十只香烟 还有必要吗 对 说这位男子 五十万只 说这位近五十万只 说这位男子四十岁 上个月将两千四百一十八盒中国香烟 大概和四十八万三千六百只 藏在一个集装箱里的这个食品盒里 想要通过海运进入新西兰 按照这个新西兰的规定呢 如果说进口这么多香烟的话 它需要支付五十三点七五万有币的关税 但是他显然没有申报 这个就被抓了 现在被控欺诈关税 海关说的进口香烟并不违反 但你必须去申报 如果你不申报就是欺诈 欺诈的话就是要起诉 甚至会被罚款 我觉得这个何止是起诉的问题 这应该是个犯罪行为 所以他假装是以食品进口 然后把它蒙骗过去 是我看到有 藏在一些食物里面 就是可能申报就是一种食品 结果那个什么 其实是藏的是香烟 虽然这个报告呢 没有写这位商人的国籍 你觉得我能够推断 他是中国商人吗 他有哪里有写说 他是华裔还是中国 整个报道都没有 但是他是从中国进口 两千四百一十八盒 还四十八万只 那也不一定啊 他可能是四十八岁 就是看好中国市场 可能觉得从中国进口 比较划算 在中国有人卖 在这边有销路的一个人 这个四十岁 进口了这么多相应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报道也挺神奇的 你就不能把国籍写出来吗 这里面会有一些政治正确的 讯息还没有这么的明显 不会他已经上庭审了 已经在庭上审了 这就好像有的时候 那些媒体报道会 就有故意的去淡化这些 犯罪 就犯罪嫌疑人 或者说正在审判的被告的这么一个身份 其实没什么必要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信息 对啊 就是论事 有的时候 是啊是啊是啊 有的时候你让大家去这样猜测 你还不如把这个身份写出来 就像前一段这个西区这个命案 对 当然很多人说 也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啊 这个是一个很悲惨的事件 让我们关注事件本身 这是一个 一个男子 杀死了自己的前伴侣 对 好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难道 我觉得还是这个身份信息 还是很重要的吧 就我做媒体的经验来言 就是我一定会想知道 当事人他的这个年龄 国籍 然后就是身份背景 尤其是国籍和民族背景 对 就其实对我们华社来讲 这个我们再看一下新闻 我们有没有兴趣去追踪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就是一个一个明摆的事实 这个不是说您可以逃避就逃避的 如果说我们说白了 如果今天这个事情 就像上次那个知道歌 这个您可能也在听 这个知道歌当时打电话说 这个说如果真是个含义的话 恐怕这个事情就不会在华社 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吧 就是当然没可能 可能也会觉得 哇这个 但是好像第二天就忘了 会不会 会觉得说 如果是跟自己是比较有相关的 比较会去想关注到是吧 021这位朋友说 我们一家人 叶主编想说的是我爱我家吧 好像是 但是我怎么印象中 好像也有一个电视剧 叫我们一家人之类的 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爱我家 小楼应该看一下 我爱我家 是说北京的 但我爱我家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时代背景 不是那么的浓郁 他主要就是90年代的时候 在北京生活的一个家庭的 我挺喜欢看的 以前还有个叫东北一家人 那挺好看 也挺好看 马大姐 有没有 我怎么说那么多电视剧名字 可以 这周末就是爱追这些剧 我觉得你不会看 不行 我一定要看 我猜你不会看 然后就 我们刚才讲 就如果说你真的是 如果说是听说是一个什么含义的 我们就可能就不会那么感兴趣 那你就可能你就看了 然后你不会去 这是个新闻 每天 每天新西兰新闻上有好多好多这样 好多好多 有些 有些非常的耸人听闻 有些非常的恐怖 有些就不怎么样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每天都在看 但是很多都忘记了 那也是 就像例如说 新西兰其实常常会有说什么失踪人口 对啊 新闻 然后我们可能如果看到 可能是就是可能是听一会就 对啊 有一个人不见 对啊 但是不会像 假设有华人失踪 大家这么大的关注 那肯定不可能 就是因为我们会觉得 我有一种责任 就 人都是这样 他有一种归属感 人就是一种 怎么说呢 有社会属性的动物 是 当然 你很快就会想 这个人是华人 这个我们要是不是要帮助他一下 或者说我们会多关心一下 这个是完全很正常的事情 就像前两天有这个 还有一个什么华人在路上被怒怒的 这么一个人 撞到很悲惨 结果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了 有关他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消息 如果说他不是华人 因为我们这个华社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估计不可能 对不对 这个坦白说一句 这个就是as a matter of fact 就是一个事实 有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这个走私香烟的 其实你说 50万只香烟 你是觉得他有点小气 就是说他既然都已经 就是有这么大手笔 要来进口这个东西 这个50万关税 为什么不付一付就好了呢 对啊 为什么这样投机取巧 是啊 省着50万 对啊 有差吗 省着50万 当然是有差了 但是就是可能他应该是 还是负担得起了 都进口50万只香烟了 是啊 你不承担这50万的关税 对啊 是吧 哎 那个你知道在新西兰如果说他是这种 如果他这个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身份啊 如果假设他是华人的话 他如果还没有换呃没有换护照的话 啊 这种罪名是有可能的 对 这种罪名是首先入籍没有办法 对 然后其次呢 这种罪名甚至可能会导致他的永久居民的身份都会被取消 是 这是有可能的 嗯 对不对 哎 想干什么 好了 我们来听歌吧 好 听歌啊 这个给大家带来这首呢 这个爱知道歌啊 刚才说了你半天 我们就先把知道歌的这首歌来给大家播一播 我来先接个电话 好 我们来听一下 喂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你们刚才说的 反正当华裔犯了大事情的时候 我们华世就感到很不一样 但是我认为就不应该这么想的呀 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嗯 很自然会这么想 不是 人其实当我当对我来说当发生这种很很悲意这么很很残忍的侵杀案 其实他就是个人性的犯罪 是啊 和主义没关系的 我想提醒一下 不知道你们有记得没有 以前有一个印度裔的 用火去烧 我记得 然后有一个 呃 Kiwi的年轻人 嗯 用刀 不知道多少 嗯 对我知道 在难道 一百 所以 刺了好多刀 嗯 我们 我为什么 难道那个就不重要吗 都重要啊 可是就从华裔的角度来讲呢 觉得更关心这样的事情 很简单 就 你说我们这个华裔啊 如果比如海外留学生在美国的这个叫张盈盈 对不对 他被很残忍的杀害了 这个引起了举全部中华文化圈的关注啊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引起关注的主要的点是不是他因为他是华裔 如果他不是华裔的话 我相信美国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这样的人遭受这样的遭音 所以如果如果怎么说呢 如果这样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不对的 你觉得是不对的 对我来说 如果如果就是你觉得都一样 受受害的是我们的话 我们觉得哎呀很惨了 如果是哦 说的不好听的 他是黑黑人或者是 其他主义 我们就哎 无所谓了 你没有说无所谓 但是你会有一种 如果是华裔的话会更加有那种attachment 会有更大多连接 会去会去想啊 这女孩子很可怜 我们要不要帮她 对好吧 我的感受啊 我的感受 对对 就是这种感受 但是我我觉得 你觉得都一样 应该这样呢 好吧 好吧 好谢谢啊 这个对 每个人都有的想法不同啊 但是就我觉得还是会不一样吧 我觉得很难解释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这样 好 5点28分08秒 好 这个套路书啊 这个依然在进行当中啊 欢迎大家0212 0998或者095251042 这个如果说用发表意见或者点歌啊 都可以9189这位朋友说啊 如果这样暴力的事件 有一天轮到自己头上会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这个您想表达什么 是这个当然谁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 我们刚才在说的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是个本族裔的呢 就会比较多的一些关心 对 这个有的时候也不是说这个关心啊 这两个字其实是一个挺中性的 就是关心 concern啊 就会关切啊 呃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如果说受害者是我们族裔的话 那会我们会更多的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支持 对 那如果加害者是本族裔的话 就会更想知道这个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 而且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好事坏事都会是这样子的 假设是华人例如说做了什么事 然后得了什么奖 我们也会关注 都会觉得你看我们为自己的事 到身为华人 就是现实吧 人性吧 对 如果是比较不好的事情 我们可能会更加的关注 真的就是一种人性 像这个新西兰 这个像高尔夫啊 这个高宝景 Lidia Cole啊 对 他是韩国人 一个韩裔社区都以他为骄傲 对啊 对啊 虽然他其实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体位 对啊 他是一个local 在这边生 生出生这边成长 好像是 还是很小来啊 还是跟你差不多 是什么四五岁来的 我不记得 但是反正他就是一个 一个Korean 是个韩裔 韩裔社区就很激动 这个成天把他挂在嘴边 觉得是韩国人的骄傲 我觉得很多华人都未必知道 谁是Lidia Cole 对不对 喂你好 下午好 你好 这就是所谓跟的感觉 我们第一代移民 包括了这个年轻的老师 你对台湾的情节是隔不断的 但是到第二代 如果这边本地出生出长 包括我跟这边接到老移民去谈 他不会有那个感觉 他说去了中国无数次都说 啊好强大呀 都是很棒 因为他跟纽职丹队比了 对对 当然是 对他没有那跟的感觉 阿红的感觉可以 因为当初下南洋 这批华人去都是很辛苦的 结果呢 南洋的以后 虽然吃了很多 比晚清的要好 然后又去了美国 所以他又移到这了 他没有那个感觉 对 所以我们的第一代移民 很难跟这个老一代移民沟通 有的时候是 因为我们一条街 也就是圣诞过个节 找个理由吃顿炉猪 差不多 谢谢你把这个话题又给我提出来 都是炉猪 大点了 对不对 不过谢谢你啊 在我点歌的时候 既然插播广告 是不是我们得分一点了 那点歌时候哪有插播广告 有啊 刚才我点在那留三个点 结果听到一点二点说 广告就来了 三点没听到 我这边就这么多 这个版本有这么多 谢谢 照顾一会 谢谢 拜拜 美浩021的这位朋友说 你要点个歌 我以为你要在说什么 其实是的 其实有没有发现 有的时候 不知道小六有没有同感 我说有的时候发现 在海外生活的时间长之后 你知道新西兰华人分很多群体吗 其中有个群体就是老华侨 不是那种像 我自认也是老移民的 但我谈不上是老华侨 你是算是十几 你二十年 我时间比较久 我02年01年 OK 所以就是将近20年的 好长哦 不要跟我提年龄 但是你指的老华侨 可能是二十几年了 那种是吧 就是更又更早 我说的是那种几代的 就是可能就是 祖祖辈辈 什么100多年之前就来的 然后现在是三代四代 他们可能就是 英文很好 然后可能会讲点广东话 但是呢就 就不会讲国语 也是华人 但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跟他们的距离啊 好像比跟 跟KB都远 因为思想不一样 就差距很大 就是他们的孩子 搞不好都是 连中文都不会说了 很多都是 但是他们看上去 又是一个华人的长相 面孔 对 是吧 有的时候就会有点 其实我还知道挺多这样 很多这样的这个 这样几代移民 三代四代移民 很多很出色的华人 很多在这个 新西兰社会各界 很多重要的岗位 我知道很多当医生的 当医生 对 都是就是 像我有一个高中同学 他自己好像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吧 然后他爸爸妈妈只会听中文 然后他只有 他说的中文是不是广东话 对 他们主要是广东话 然后他 他以及奶奶会说中文 但是他自己几乎就是连说都不说了 虽然他长得就是一个华人的面孔 对 是 很多就是这样的 就很多 其实很多什么 我们经常在电视 或者是媒体上看到的什么 在这边侃侃而谈的专家 什么教授 什么学者 都有中国的姓 长得一个中国人 那其实都是那一批人 我们跟他其实真的是有一些距离感 我觉得难免 其实我自己跟 可能如果说在这边出生的 Kiwi的华人 但是他就会叫做Kiwi Asian 我们也是会有距离的 因为就是他可能对于 可能我们原居地的文化也不是 这个跟的attachment很薄弱 对 而且他可能会把自己identify 更是西西兰人 不会说是我是中国人 然后 其实还是会有隔阂的 就是真的 像甚至可能就价值观很多 我都是不一样的 对他们回国 不是回国了 他们去中国 对 基本上就是一种游客的心态 对 他可能就看啊 这个好稀奇啊 就跑到小北京上海 哇高楼大厦 哇天桥这么多人 什么都是好的啊 可能就是很多反而就看不到一些 怎么说呢 不好说啊 021这个朋友其实还是有写的啊 说936的红哥 到了1042就变成阿红了啊 哈哈哈哈 我们走亲切路线 我们这边都是年轻人好不好 哈哈 好 我们这个呃 是不是应该没有进广告吧 刚刚回来 哈哈哈 你别偷懒啊 都混乱了 呃 好 我们想跟大家聊聊啥呢 有趣的话题是吧 前几天的时候呢 在网络上 他其实好像不是一个新西兰本地 反而就是全球大家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一张照片 然后是在飞机上面有一对夫妻 然后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这个飞机上比较空吧 所以他们是坐在靠窗的位置 然后有三个连排的位置 然后呢 那可能是已经到了就是睡觉的时间 我们就看到这两夫妻 这个先生呢 是躺在这个椅子上的 就是三个位置 然后就是他直接就直躺着在那 然后呢 这个太太她就躺在地板上 就飞机的地板上 对 就是这个椅子 通常我们不是坐在前面 然后前面会放脚的地方 就放就对了 就放包的地方 对放包放脚的地方 他就直接就躺在那边了 OK 然后这张照片呢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被疯传了 然后呢 是吗 有一个就是 你能不能找出来 我们找找看 这个我来坚持一会儿 晓晓老师找一下 这个 这个这么一张照片 为什么会忽然火了 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 一样东西火 是很奇怪的 对 就是可能大家 我觉得大家会有一种 可能是感同身受吗 还是怎么样 反正大家在讨论 这个照片的点呢 就是说 你会不会躺在 飞机的地板上面 是哦 那我们来看这个 晓鲁老师 打字花花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因为有照片的话呢 可能就 大家比较直观 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事情 就这张 看到了 对 这是这张照片 就是这样 挪过来 就这张照片 就其实呢 就是看到一位男士 就躺在座椅上 一位女士 应该是位女士 就躺在地上 就这张照片就火了 这个火的是什么呢 火的点呢 其实我觉得挺无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火了 反正大家就是讨论说 你会不会躺在 飞机的地板上面 他这个点不是说 这个男士 应该让女士 躺在座位上 自己躺地上吗 哦那也有可能 哦 对啊 可能有很多点吧 其中一个可能是说 为什么是女生躺地上 男生躺 躺躺这个椅子上 应该是相反过来 但是我觉得 大家比较热议的 就是说 飞机的地板 是不是不太干净 因为就有人说 他在飞机上 自己搭飞机的时候 他可能连光脚走去 例如说走去 那个洗手间 他都不敢 你会吗 我不会 你会穿袜子走吗 我会穿鞋 你在飞机上穿鞋 对啊 就算你在位子上 把鞋子脱了 你要去洗手间的话 你一定会把鞋穿上呀 OK 这也是在飞机上 脱不脱鞋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一个讨论的 这个问题 我会 我好像没有在飞机上 躺在地上过 我也没有 但是我会 在飞机上脱鞋 然后会穿着袜子 到处走 你会穿着袜子到处走 对啊 你不会觉得脏 我穿着袜子呢 所以一层袜子就OK 回家洗袜子不就完了吗 但是你还走进洗手间里面呢 那如果洗手间有人就是 习惯没那么好 洗手间的地板感觉也不是很干净 我也不会出现不明物体吧 我觉得 这难说呀 因为你袜子 毕竟还是会有可能 这个021就有朋友说 论硬凹的本领 业主编比小乐老师 还有六人多元 这个什么意思 我都听不懂 什么叫六人多元 不懂 所以有朋友想说啥 不懂 就其实这就提出了一个 有点有意思的 就可以随便聊聊的 就是会不会睡在飞机地板上 对 你回国的时候 我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 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然后可能跟着爸爸妈出去 然后你知道孩子 其实在飞机上很难睡的好的 所以那时候我爸妈就可能 把毯子就铺在地上 然后就让我们睡在地板上 然后你爸妈把脚踩在上 又温暖又柔软的吧 刚好 我其实没有睡过飞机地板了 但是我有睡过火车地板 真的吗 对呀 就以前在北京上大学 就是那种 我在上海 以前在北京上大学 经户之间的火车 就是可能春节要回家 或者说放假的时候 就有的时候买不到票 你知道到了什么春运的时候 对 然后 我们要把这个图片放回来吗 老板们刚刚在门口很奇怪地 看了那张图片 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就春运的时候 对 就是你想象不到中国春运的 那个时候 我只在电影上面看过 你想象不到的 尤其是有的时候买不到票的时候 那从北京到上海 有一种列车是特快 它是按照座位 就是一座 对 一座一个人 对 那种呢就基本上还好 因为它是按照人头来的 一百个座位就上一百个人 就不会超卖 它中间不停 中间不停 顶多就是停车 大家下去脱口气 不上课 所以那就还好 但是呢 有的时候你买不到那个车次 你只能够买那种普快 就普通快车 没有这个 现在可能小朋友都没有这个概念了 现在中国都是高铁啊 开玩笑北京到上海 五个小时高铁就到了 是五个小时吗 但是还是有普通车的呀 对吧 但是很少人坐 真的吗 至少我知道可能很少人坐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要坐二十多个小时 从北京到上海 然后你进去还买不到票 买不到坐票 只能买站票 对对对 然后到了这个火车上的 坐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找一个角落 窝着 把这个据点给抢下来 因为那二十个小时 这就是你的家了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家 吃了拉撒睡都在那 对 然后当然不可能 有些事情不能在那做 但是就 有睡过这样的地板 我觉得好像并没有什么 所以你真的就是平躺 还是只是蹲坐着这样子 就会 如果说没有那么挤的话 就躺在那 哇 好难想象 下面垫块布啊 你不会觉得那个很很不卫生 那怎么办呢 你人到了那种 人到了那种 那种情况 你都不会觉得有什么 当你这个疲倦到 真的支持不住了 支持不住的时候 那又怎么样呢 回去洗个澡就好了 又怎么样呢 所以可能这对夫妇 他在飞机上 他们也是觉得 真的太累了 没办法 我一定得找个地方睡一下 然后他就直接在地上 就睡下来了 那个3663说 叶老师在一苦四甜 哈哈哈哈 一苦四甜是点好事情啊 想想当年的苦啊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个照片 应该大部分的人除了像你睡过火车上的 可能很多人也是不会在飞机上就躺在地上睡吧 尤其是成年人 一般不会 现在可能不会 而且你会影响到别的 其他人嘛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有这种 这种问题存在 对啊 对啊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种种的原因 然后就让这个照片就火 但我觉得这照片 会让我会想到的点 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会发现 就是这样讲 是不是又有点政治不认识 没问题 我们节目政府永远正确 随便讲 感觉有时候我们的卫生习惯 好像到了新西兰的时候 你也会发现 好像跟这边本地人 有一些现在不一样 没错没错 就像我们之前有说过 在家里要不要穿 要不要脱鞋子这件事情 其实我有一种 我总是有种感觉 不怕政治不正确 我觉得好像就是 亚洲人是不是对于这种干净的 要求程度 会比欧益人士要高一些呢 这个当然是一个 一个general speaking 这个大家不要跑过来说 你这个人走过去 首先呢 这就是我个人观点 第二个呢 就是我只是就我自己的观察 做一些一些 一些想法 第三这个干不干净的 其实这个东西也很难 像我其实就比较不爱干净 你自认比较不爱干净 就我会是比较那种 出线条的 我待会要去你的办公桌 我的办公桌很乱的 就是各种什么饼干屑啊 这个纸啊 笔啊 水啊到处放 每次这个 做清洁的这个 这个先生 到我这都皱着眉头 你这个人 我想下出来 有些时候会什么听错歌词 画成语是吗 左手画成语 右手生鱼片 饿了 此处应该有笑声 左手画成 需要那种罐头笑声 哈哈哈哈 怎么这样 就是我们以前好像 我们有没有做过一记什么 什么听错歌词的这个 没有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笑话 很多很多 对 就 这个给大家笑一下 左手画成语 右手生鱼片 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51分 11秒吧 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就结束了 这个很快大家就要迎来周末的 我们来听个电话 是不是被画成语吸引过了 喂你好 你好 你好请讲 喂 喂追捕你好 你在线上了 喂 你在线上了 喂你好 你好请讲 我想第一首歌 你想第一首歌 今天狗的有点来不及 你说看 你要把后面的电视关一下 上海谣 什么 无语歌 上海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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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谣对不对 上海民歌 上海民歌 上海谣 谣 是那个歌谣的谣 是吗 民谣 民谣的谣 OK 好 我们来找找看 好 谢谢你 这个上海谣 我们最后还有 今天的时间可能真的是不够 这个 可能要放到下周 再把它 是上海游 这个但是人家好不容易打电话 啥 我总是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呃 伟号9189的朋友说 早期坐火车 卧铺特别累的时候 也会不由自主的在地上打个盹 嗯 那个年代很正常 啊 补不到票的时候 嗯 对啊 这种生活经历 真的要经历过那种 才有没有 才有办法了解 是不是 这个会啊 很神奇 嗯 啊 所以呢 我们这个刚才讲到 讲到哪了 讲到说卫生习惯 嗯 讲到说在家要不要脱鞋子 你说你觉得 你觉得啊 你刚刚说你觉得普遍是不是有华人的卫生习惯 你又没有发现吗 就很多洋人 其实在本地生活时间长了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华人 普遍而言 会有这卫生方面有一些更多的要求 我不知道这个能算不算是卫生习惯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刚来没多久的时候 然后可能开始跟这边就是Kiwi做朋友 有一点真的让我真的是惊吓 啊什么 就是在洗碗的时候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不洗洗滴淋嘛对不对 不洗洗滴记嘛 嗯嗯嗯 对不对就是那个 呃 dish washer 对 就是他们的洗碗方式真的让我很震惊 他们就是把那个水槽然后放满了水 然后把那个碗盘全丢进去 对 然后把那个洗劫精挤进去 嗯 然后呢就可能用刷对泡一泡用个刷子刷一刷之后呢 直接擦干拿起来用布擦一擦 嗯嗯 然后就放起放进柜子里去了 是啊对啊他们都这样 重点就是他并没有冲洗的这个 对啊他觉得这个不脏啊 而且他觉得这是可以这个很干净啊 自己截击没毒吗 他觉得没毒啊 我因为这个事情还跟有一个当时有个英国来的朋友 嗯 他就说这个没毒啊 我说你这个东西都不洗的吗 他说这个没毒啊 嗯 我说这个有毒吧 他说没毒啊 他要有毒的话 他说我们家 我说我爸我妈都是都是这么过来 我也没看他们毒死啊 对 我朋友的朋友也说过 他也这么说 那你知道那位英国女士啊 是位女士 你知道他后来怎么样吗 他说要不然我给你喝一口 他就真的 倒一杯干杯 哇好刚啊 我觉得哇 我听 那个服了服气 对我不知道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习惯 这倒不见得是卫生卫生的问题 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没问题啊 就我们从小到大就被教育 这种化学品啊 对啊 怎么能够喝到肚子里面去呢 嗯 是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习惯不一样 我觉得更多的是习惯的问题 你有没有听 有没有看过有人就是睡觉的时候 他鞋子不脱了 什么 鞋子不脱 穿着鞋睡 对因为可能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洋人的 他们的习惯是在家里不用脱鞋子 这个我知道 外面的鞋子就直接穿进去 这个很多是 这个就是还比较常见的吧 其实有很多会脱鞋 但是他们就穿着袜子到处走 对 或者光着脚 他们没有室内脱这种东西 就比较少啦 比较少 对 然后呢 还有我看过比较夸张 可能就是可能孩子吧 然后反正在就回到家 然后就很累了 懒得洗澡 也懒得换衣服干嘛的 鞋子也都没脱 他就直接躺床上 然后就把鞋也穿进去了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我们在家是完全不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是吗 但是对他们来说 好像不是那么的奇怪 这个也分人吧 对 我觉得还是要看了 就有些人可能就完全不能忍受 是吧 有些人就可能 有些人觉得可能还好吧 对吧 对 但是总的来说 我觉得像我们亚洲 一般你回家总得脱个鞋吧 对啊 你再不爱干净 回家脱个鞋换个 或脱个鞋换装脱鞋总是可以的 你的办公桌再乱 你回家还是要脱鞋 其实还是很多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来不及了 刚才这位朋友上海也要 我们记一下 好的 可能要到下周了 不好意思啊 但是你这也督促你下周 再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 9189这位朋友说 播一个邓丽君的累的小雨 也来不及了 我们也会有个记一下 给播一下 然后他还表扬我们来着 他说你们俩主持节目很可爱啊 配合的不错 谢谢你啊 我们主要是排练过的 好 最后给大家带一首歌啊 还有一首啊 这个是一位朋友早就点了 我找不到您这个 这个号尾号号码 没关系 我们起来听 来自刺猬乐队的头上的包 结束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文贵